大家吉祥如意 欢迎观看中华佛运 佛陀十大弟子之一的虚仆提尊者经常在佛经中出现 在西游记中 孙悟空的授严恩师就被称为虚仆提祖师 著名的《金刚经》就是虚仆提与释迦摩尼佛的对谈记录 在《法华经》中 虚仆提被佛陀授记 将来无量劫后会成佛 佛号是名相如来 虚仆提号称解空第一 空太玄妙了 太难懂了 说有也不是 说无也不是 在佛陀的座下 1250个大阿罗汉的弟子中 真正能够体证到空的妙意的 就是被称为解空第一的虚仆提尊者 虚仆提出家以后 每天上午到街坊上脱波起时 下午就跟随佛陀 听教参禅 他醒起的时候有一个习惯 那就是每次化缘都选择去到有钱人的家里 这是为什么呢 他为何又能够领悟空的真谛呢 这与他醒起的经历 以及与佛陀和唯摩洁菩萨对他的教诲有关 比丘们每日出外脱波起时 总是遵循佛陀的法则 次第兴起 也就是一个一个的 一排一排的 无论人家施舍与否都必须经过 可是须不提过起时的生活 总和大众与众不同 一离开京舍 他就和大众分道而行 总是一个人呢 威仪齐整 行之安详的去找起时的对象 朱比丘起初对须布提没有留心 但日子一久了 发觉须布提的行动有点奇怪 大家一注意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原来啊 须布提其实形化 总爱到有富人的家里去 见到了房屋矮小 或者是知道呢 经济穷困的家呢 他绝不去脱波 无论多远的路途呢 他都要赶到富贵的人家去 否则呀 他宁可饿着肚子不去兴起 有一次呢 在皮舍离的国境内 有一位比丘在路上向须布提取笑道 穷在眼前无人问 富在深山有远金 其实皮舍离的都城呢 是殷商的富户 不知尊者今天看得起哪一家呀 须布提听到以后呢 就向那位比丘看了一看 然后解释道 大德 我不是看不起穷人 或许真正同情贫穷者的就是我了 的确 我是发愿只向富者兴起 不向雄人脱波 这是我的苦心 还请道友原谅 尊者起富不起贫 每天营养充分 难怪尊者身体这么健壮啊 大德 请你不要这么说 须布提温和详细的说明了 他起富不起贫的原因 他说啊 我向富人兴起 绝对不是为了贪图 美味真有 如果好吃 也不需要出家学到 为什么我不到穷人的家里脱波呢 因为穷苦的人家自己的生活都难以维持 哪里还有多余的饮食供养我们呢 即使他们愿意发心 也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们没有粮食救济他们 哪能够再去增加他们的负担呢 反之啊 向富人兴起 区区一餐之师 在富者毫无所谓 我所以起富不起贫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须布提把他的看法表明了以后呢 那位取笑须布提的比丘 才无话可说了 在僧团之中啊 和须布提有相反作风的 是大家设尊者 须布提是起负不起贫 而大家设呢 是起贫不起负 须布提很不理解大家设的用心 有一次闲谈的时候就问他 尊者大家设 你起实的态度与我恰好相反 我很无理的请求 你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呢 尊者须布提 大家设解释道 我们是出家的沙门 守道刑法 这就是人间的福田 我们受人间的供养 是给他们增长福慧的机会 我向贫穷者起实 让他们种植福田 免除他们将来的穷困 富人们的福多 我们何必锦上添花呢 大家设尊者的话 一方面像是为自己解释 另外一方面呢 又像是向起负的须布提说教 须布提听后点点头 他不强人同己 说道 起负起贫都是为了利益众生啊 尊者 佛法里面方便有多门 我们可以各行其道 其实这都是佛陀的教法 须布提和大家设 起实的作风呢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他们的说话和起实的态度呢 被佛陀知道了以后啊 对两个人呢 都不赞成 曾呵斥他们心不均贫 都不合起实法 真正的起实法呢 是不择贫富 不分慧敬 严肃威夷 次第行起 大家设比较固执 苦行的色彩非常浓厚 他是从来不愿意舍弃苦行 可是须布提呢 对于佛陀的指示 摆一摆顺 以后呢 就自己修正了 起负不起贫的态度 他对佛陀的教士啊 都是感恩的接受 须布提在佛陀的僧团当中呢 修道文法 也是非常热心的 尤其是四处十六会的 般若法会 须布提如不去 其他的地方教化 从不缺席 有一次 佛陀在奇缘经社 预备讲说 金刚般若的时候啊 千百位弟子 从城中 托波启示回来 都次第的围绕在 佛陀的四周 佛陀现实闭目静坐 没有人敢提出来问题 向佛陀发问 这个时候 须布提了解到了 佛陀的心意 便从大众之中站了起来 披搭着露出右肩的袈裟 向佛陀顶礼后 恭敬的问道 佛陀 弟子们都知道 佛陀是最善于爱护我们的 但是对于善男信女 应如何安住于菩提心呢 以及纷扰的妄念 如何才能降服 恳求佛陀慈悲 为大众宣说 对须布提的发问 佛陀很欢喜 称赞他了解 与会大众的根基 佛陀回答说 如何安住于菩提心 不受妄念的纷扰 就是在布施的时候 要行无相布施 在度生的时候 要行无我度生 就这样安住 照这样的详心 无相布施 无我度生 须布提深深的了解到 这样的道理和义趣 他感激佛陀的反 欢喜的 替泪悲气 他常规在佛陀的座前说道 佛陀 自我从做人以来 如此甚深微妙的法理 还是第一次听到 从此 我法的二知 再也不能够缠绕我了 我 人 众生 受者的四项 再也不能束缚我了 理一切执着 才能见到空里 理一切明相 才能见到人生 我今天已经体会到了 佛陀的心意 像是真正认识到了自己 须布提尊者开悟了 从此就被称为解空的第一人 须布提在大觉者佛陀的教导下 明白了宇宙人生的事物 就是因缘和合的 一切是因缘所成 一切也由因缘所灭 所以说 因缘就是空的最好的住戒 有一次 德高望重的维摩节局实病了 佛陀想派一位大弟子 去维摩节家里探病 就对解空第一的须布提说 你到维摩节那里探病去吧 须布提禀告佛祖说 世尊 我恐怕不能去维摩节那里探病了 须布提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 号称解空第一 境界已经非常高明了 为何让他去维摩节那里探病 他都有所畏惧呢 这里面隐含着什么故事呢 须布提随后 讲述了一件往事 说明了 不能去探病的原因 在那之前的某一天 须布提遵循佛陀的教诲 随缘起实 这一次就来到了维摩节的家里 维摩节接过须布提的识播 盛满饭后又对须布提说 我说须布提 如果能对起实做平等想 一切诸法就没有差别了 如果能对一切诸法做平等想 想寻起实就不做分别想了 能以这样的一种态度起实 才可以起实了 维摩节歇了一口气又说 须布提不要刻意的去断除淫欲 趁怒或者愚痴 但又不与他们相伴而行 不用等到身体坏灭以后 才去追随万法等同的一项 不用等到愚痴 贪爱灭尽 就可以获得菩提的解脱 哪怕犯下无逆重罪 同样也能够获得解脱 既没有解脱 也没有缠妇 既没有对苦及灭道的追求 也并非没有对这四地的证物 并非已经取得到证果 也非不能取得到证果 自己已不在凡夫位 又没有离开凡夫位 不离开凡夫法 所以不是圣人 但其道行超出了三界 所以并非不是圣人 虽然修行三十七道品 而成就一切 舍恶从善诸法 但其行道又远离 或善或恶的法相 如果你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须普提 你就能够从我手中取实了 须普提 哪不曾见佛 不曾从佛文法的 西随六师 就好像弗兰纳加社这些人 让他们做你的师尊 你跟他们出家 他们若堕地狱 你也随着他们堕地狱 那你就可以 从我手中取实了 须普提 如果你禁淫于邪见邪法 不追求佛法实相的彼岸 如果你置身于三灾八难 不以难为难 不直求无难 如果你明白烦恼非恼 虽烦恼仍然清净 抛弃对清净法的直相 那你便得到了 与一切世人都无证的 最胜三昧的境地 一切众生 也因为你的护卫 而得此三昧定力 如果你根本不是那些 施舍供养你的人的福报田地 甚至供养人 会堕入到三恶道中 如果你与众魔联盟 做他们的同伴和帮手 那你就与众魔与烦恼的禅盖 没有两样了 如果你对一切众生 怀有怨恨之心 而且毁谤诸佛世尊 毁谤佛的教法 以及僧家大众 因此不能够正德涅槃 你能够做出以上的这些罪恶 就能够从我手中去世了 当时 须佛提听到了维莫杰的一番话 完全被维莫杰弄糊涂了 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 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 也没有脸继续启食了 他没有拿回石波 就出了维莫杰的家 后来维莫杰又对须佛提说 须佛提不用畏惧 拿你的石波好了 如果如来世尊化作某人 对你说了这番话 你会如何看待呢 你也会畏惧吗 须佛提回答说 不会 维莫杰对须佛提说 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幻化之相 你今天根本无需畏惧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切语言能够表达的东西 都离不开幻化相 至于有智之人 是因为不执着于文字 也就不取幻象 因此不会畏惧 为什么这么说 文字本性背离了法治石像 抛弃文字 也就获得了解脱 解脱的本质 就是一切诸法的石像 维莫杰说完这番话 当时就有两百位天人 得到了清静无碍的法言 须佛提介绍的这件往事 表示自己境界不高 难以承担 去维莫杰那里探病的重任 最维莫杰那里探病的 一切语言